现在我们要去接一只仓鼠 这个小仓鼠是因为它的主人要经常出差 把音乐关了 它的主人要经常出差 没时间照顾它 它需要换个主人 那正好我们刚好是养仓鼠了 总不能看小仓鼠这么可怜 我们现在就打算开车去 把小仓鼠给接过来 看一下 这只就是我们接到的鼠 它主人把它的用品全都交给我们了 让我们好好养 当然我们肯定会好好养的 它现在装在这个棉墟里 我们带回家再看 这是坚果吗 你猜 不知道 坚果是不是回来了 对呀 来看看小竹子躲到哪里 小竹子躲到这里面去了 它跟坚果长得一模一样 是的 我好喜欢它 可不可以把它给我养 可以呀 一起养不就行了 不想一起养 可不可以 它装在这里面很暖和 看看 哎呀这个真的是好胖好胖 胖了都没有脖子了 我可不可以摸一下它 可不可以放在我手上呢 可以可以可以 太可爱了 这跟我们之前那个坚果长得一模一样 不不不 它是猪鹿仓鼠 好像猪鹿仓鼠 你看 这个头好小 它身体好胖好胖 它会不会咬人啊 不会 软门软门的 软嘟嘟的 哎呀 超级可爱 哎呦 爸爸可不可以给我养啊 把这笼子放楼下 嗯可以啊 哎呀 小心别摔掉了啊 太可爱了 嘿嘿嘿 我女儿喜欢的舞蹈 还是女的还是男的呀 嗯 爸爸看一看好不好 嗯 来 爸爸看一看 她是女的还是男的 看小屁屁就是可以 女的吧 嗯 嗯 好像是一只妹妹啊 生殖器之间比较近 她都肥的翻不过来了 哎呀 爸爸小心 她要发尿啊 嗯 她肥的翻不过来了 太肥了 这个小藏手 上次我偷偷拿藏手 这只小藏手就是 肥嘟嘟的 她的主人 拜托我好好地饲养她 说明她的主人 对她也是很有感情的 实在是上班太忙 没有功夫照顾她了 挺好的 对 拜托我来照顾她 这边是这个 嗯 仓属的用品 一大堆 嗯 还有这个 嗯 还有这个小窝窝 对 这个房子是不是挺漂亮的 嗯 是挺漂亮的 我看看怎么组装 嗯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东西 拿出来一个个看一看 哎呀 这这个饲料 这上面的小仓属 长得和她一模一样 对 长得一模一样啊 还有小仓属 为什么长那么多饲料 对啊 说明她的主人很爱她了 哎呀 还有很多尺头 哇嘟嘞 还有个跑轮 有捏捏捏的跑轮 这个是什么 看看 这个是什么浴沙吧 又是骨骨头 嗯 磨牙棒 好像骨头啊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小丑丑一定好爱吃 挺香的 嗯 看看 这个这个磨牙棒 骨头形状的磨牙棒 这里它放进去 什么味道的啊 你闻一下 你闻一下 嗯 我也说不上来什么味道 姐有好多颜色呀 看看这只 小丑磨牙棒是什么作点 玉米淀粉牛肉鸡肉 什么 这是铲屎的 嗯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哇 又有四六六 还有磨牙棒 我们家里都有了 嗯 我们家里还有棉花 这是啥玩意儿啊 也不知道 勺子 小勺子 哎 这不是我们家里也有 对 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 用水壶 又有 一样的小盆盆 这是 一个小房子的小零食 哎 那么全是零食 其他的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又某一个小勺 这是磨牙饼干 还有一个厕所 厕所 先放进去吧 这边是电料 棉花 这个是什么 木蟹 小动物用的木蟹 那边全是吃的 还挺多的东西 这么一大堆 看看这个小家伙 哎 哎 还给我抢勺子 抢勺子 给他嘛 给他嘛 他想要勺子给他 哎 这小烫鼠 太可爱 太Q能了 我太喜欢了 我好想把他放在红蟹鱼 那吃点小零食吧 我女儿喜欢的不得了 这只小鼠的名字叫招财 以后就叫他招财吧 招财 招财 上我手啊 飞嘟嘟的小屁股 招财 哎呦 哎呦 咬人了 他才是 尝尝看能不能吃 他其实并没有很用力咬你吧 是的 他尝尝看能不能吃 他决定不能吃是不是 他就喜欢 他就知道吃 知道招财 这个小胖子 花花鸡 哎呦 这个小家伙实在是太可爱了 不知道怎么会是呲呲呲的 肉嘟嘟的 真的是 太软门软门了 肥的不行 可爱的不行 行吧 他以后就住在这了 看看 边上还有一只啊 家里养了好多 回家 好像坚果呀 是不是感觉很想去年的坚果呀 行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